对我来说,你又是我的老板,又是我的女朋友 但我真的接受不了你把工作中的身份带回家 在感情中又想掌控我 曾经的你让我感觉很阳光,很上进 对我也是那么贴心 为什么现在却变得这么懒惰颓废 难道你真想靠着我养你一辈子吗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每天混日子的人 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和付出 因为在你心里根本没有我的位置 能力不是靠一张嘴说 如果你还是不能改变 我们就真的没有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李,23岁,来自河北摄影师,有请 小张,25岁,来自河北传媒公司,有请 欢迎两位啊,你是他老板,对吧 还比他大,对 还比他大,是吧 对 怎么好意思向一个小员工下手呢,我就问问 那时候我是刚分手,然后他吧 总给我送饭,然后就是表现得挺体贴的那种 他就对你下手了 对 你怎么有勇气向老板下手的呢 当初也就是玩得好,然后慢慢慢慢感情越来越增进 就顺理成长在一会儿了 谁提出来的呀 也不算是谁提吧 就是撂着撂着都好上来 就是给他送池的送喝的 陪他一会儿下个班啥的 不是,你不怕其他的员工说你啊 说这小子怎么拍老板马屁啊 那我还敲不上他们,他们还不敢呢 那他们还不敢呢 哎呀,你倒是有勇气 所以你看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就好上 当然也是年轻人了 一个22,一个25嘛 交往了多久 一年 这一年交往下来怎么样 就问题特别多 说说吧 就是他吧,业务不精,然后学历也不高 然后他就带着我其他的员工一起 那个在办公室打游戏,偷懒 搞坏我公司的气氛 那也不算是我上班打游戏 但是下班业余时间,打会儿游戏怎么了 再者说 那我是让你休息的 那你为啥带着我员工一起打游戏 那休息时间不应该是我们员工自己分配的吗 打会儿游戏还不行了 再者说,我也没偷懒啊 那天确实是我身体不熟悉 我提不了重物 我让同事帮忙忙还不行 你看他就是这样,这么多事儿 啥也干不好 那你得让他学习啊 学历低,得送他出去学习 对呀,我送他 我送他了呀,去外地学摄影课呀 然后呢,他跑出去跟人家玩去了 也不上课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我才知道的 那钱我不都白花了吗 那当初也不是那个,我说走就走了 也是跟老师打着和了 只是一共七天的课 然后我前五天老师讲东西我也都上了 就后两天是那个复习嘛 我东西都汇了,都滚光乱熟了 我寻思自己背着相机,留在留在实践一下 再说说,最后考试我不也去了吗 考得还不错呢 那人家安排七天,他非得给我少上两天 那肯定学不到东西呀 反正他哪都敲不上我 刚开始在一起挺好的 后边是越来越多 在公司,那个别的员工都休息了 我还给他加班 别人都该吃晚饭了,我还看设备呢 完了,在公司里面子也不给我 都知道我俩好上了 还搁着那个同事面前批评我 批评你什么呀 就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了 便得捡得烂了,又咱们怎么着呢 那我不是想让他提升一下自己吗 他总是这么多事 行行行行 公司的事我们也管不了 说说家里的事吧 爱情保卫战吧 在家里怎么样,兄弟 家里他对我也挺有意见的 我以前是七八点钟下班 下了班到了家 我给他收拾屋,蹲地做饭,洗衣裳的 蹲地做饭,洗衣裳 那都是我干 他天天10点,11点回家 然后累死累活 往窗上一躺,啥也不管 你看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吗 那你也没时间做 那我不做,谁做去 那我是没有时间 这些事保姆都能做 那你为啥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出去赚钱呢 那你拿我当保姆是在这 还有他养那个猫,按时做体检 然后喜欢猫,还讨厌那个猫猫 我还给满屋子收拾那个猫 他说每天还得溜一遍 那你知道每天出去呼吸呼吸,心间空气 那我猫也得需要啊 再说了,我的猫跟我好 我让他溜溜猫也是想让他跟我的猫也关系好一些 这样的话,我不就跟他关系好了吗 那你能拿我跟畜生比是咋是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不如他听话呢 可怜的孩子啊 在家里干活发工资嘛 不发,干不好了,还批评 没准还扣我工资 不是,扣工资呢 只有在公司里才能扣 家里怎么扣工资啊 说当初一个月我发那个五千块钱 到手里也都一千 说剩下那点是将来的彩礼钱又是啥的 什么情况 是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太好嘛 嗯 然后他也不会理财 我家就是要求也高一些 那他没有什么钱 我不就得在那个工资里扣嘛 要不咋办呀 而且现在我们合租的房子都是我在花钱 扣4000一个月 嗯 只发一千 嗯 然后他买什么衣服鞋啥的都是我在花钱 也没给我买过什么东西 那我哪有钱给你买东西啊 全让你扣走了 那你不是去做的兼职吗 那我八天上班晚上回家 不还得给你收拾容器陪你的吗 那你看这些不都是保姆应该做的吗 他也不应该 男人也不应该做这些事啊 你为什么不给他开了 那不是因为男朋友开不了吗 男朋友为什么开不了 就是直接从公司开出去 让他到其他的公司 这不就是 他没有能力啥也做不了 他都是敲不上我 叔叔我这也不好 那你辞职啊 做一番事业给他看呢 那我还舍不得他 就想看得着他 唉 这可咋整啊 而且他爸妈 从那个老家过来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热心招待的 又给他们租房子 还给他们生活费 嗯 然后越住时间越长 还插手我们的生活 我让他说说 他也不去说 那老两口 大老远从外线过来 来吃点儿 躲住几天住几天呗 这已经插手我们的生活了 那你为啥不能说说呢 那是我爹娘 我不想说能咋着 再来说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 说打我几句 打我几句呗 你不会不听 他就是一个马宝男一样 这个爸妈也算了 那个亲戚从那个外线过来 要做生意 我又要给他们联系店铺 还要给他们起营业执照 还跟我借钱 一开口就跟我借十来万 那十来万你不是没给吗 那我都不认识他吗 我也不看好他吗 我为啥要给他那么多钱呀 当初都跟你商量好的 然后亲戚也过来说帮忙什么的 再者说 人家最后他给了五万块钱嘛 谁给了 我女朋友 真行啊你 他怎么跟我磨叽 我也没法开会呀 我开会的时候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没办法我就给人家五万块钱 然后他还不满意 但是我亲戚人家 都把紫黑字写上了 肯定能还 再者说人家开网店 将来还没准翻翻呢 那又咋了 怎么样这五万块钱投资 就飘了就没有了呀 我拼你重要呗 那你跟客户过去 你还跟我过啥呀 不是 他现在就不太想跟你过了 人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分手的 你没听懂啊 可是他放我鸽子 我是去陪客户了 这不能算放鸽子吧 行行行行 那他陪客户 我说带上我 他也不带 说我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的 总是 叫我啥也不是 那你是不是啥也不是 我不是呗 他也不和我说 怎么能懂 我也教不懂他呀 我让他提上自己 他出去玩去 我也不是不给他机会 就是 他也不懂 他不跟我搞砸了吗 那个客户 你就赖上他了是吧 嗯 对你好不好 刚开始俩人挺好的 现在 越来越差了 我差了就走了 还是舍不得 你是舍不得他 还是离开他 你没法活 那毕竟我大概 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他在情感上 对你好吗 反正 越来越冷落我了 一个男人用一个 越来越冷落 还这么娇羞的说我 实在有点受不了 你指的越来越冷落 他的经历都去哪了呀 嗯 除了陪客户就陪客户 然后跟他的鬼蜜 还有那个小助理唠壳 比我跟我唠的还多呢 那我跟我助理男友 是工作上的事啊 就不太愿意搭理他是吧 对 说唠壳 就之前他和他鬼蜜 唠的那点壳 说我给不了他前男友 给他他什么安全感 鬼属感 就拿我和他前男友做比较 那首先他看我 我手机就不对啊 再说那些人 我手机就不会 我手机就不会 这不就会有什么 我手机就不会 你自己都不会 你不敢做 我手机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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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帮助他 我手机就不会 那是你 那是你 我手机的 我手机就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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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资格扣人那个钱 无论你是从老板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女朋友的角度来讲 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你都没有资格去扣人家 每个月的四千块钱 听懂了吗 第一件事情 赶快把四千还给人家 每个月的四千啊 扣了多少个月 就还多少个月 好的 第二件事 女强男弱的感情里面 男人永远不会关心女人 是真的强还是在逞强 你问她说 客户比我重要吗 同样她也可以问你 游戏比我重要吗 所以真的是在关心对方 是在爱对方吗 还是只是因为需求 和她对你也是一样的 她对你的需求很明确 她需要一个人 帮她去打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说就是生活助理嘛 你也需要一个人 这人是什么 可以为你的好吃懒做 提供一个让你舒适的环境 因为你一开始说得很清楚 说别人还不敢追她呢 你敢 因为你够懒 你追上她以后 你在公司那边想服啊 干什么活啊 我女朋友是老板 我干什么活啊 我们家星期来了 打十万块钱借条 借 我朋友来必须给我安排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挺爷们的 其实 同样该分分 因为两个人之间看不到爱 都是相互需求和相互利用而已 如果是这样 没有真正的爱情在支撑的话 到最后未来的生活 就会是把这种需求 放得越来越大 你和她在一起 就是帮你们家各种 亲戚解决各种各样的 金钱上的困难 你跟她在一起 就是越来越多地指使她 以越来越多地 把她放在一个助理的角色上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不如好聚好散 谢谢 谢谢善达老师 许总 前男友那么好 为什么还喝了 因为异地 你说了 前男友在一起 有归属感安全感 你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没有归属感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也只是 Hem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强盗遇到懒汉嘛 我问你 你是个摄影师 你喜欢摄影吗 嗯 喜欢 你喜欢摄影 你喜欢用什么机器啊 想买什么镜头啊 我家里有个索尼 有一个索尼啊 你想买什么镜头啊最近 有个 不是有个什么 你今天要真喜欢摄影 你能喋喋不休跟我说一堆你知道吗 看你样子就没什么爱好 你到底喜欢什么呀 你未来想要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呀 就我们讲智气 就三君可夺帅 皮肤不可夺其智 你这个智气在哪呢 你站在那边啊 他怎么赢了 你竟然就直不起来呢 谈什么恋爱 这哪叫恋爱啊 什么男人嘛 一会儿别出来我跟你说 真的 给我长点智气行不行 老板 你这生意很难做好 真的 所有的感情都在自己的事业圈里面 纠葛不清 你是一个老板吧 你有本事扣男朋友四千块钱 但你没本事不借那五万块钱 你说你这生意怎么做的好 我们太明白了 一个生意看不懂 不要说五万块钱 五十块钱我也不能给 为什么 我借出去那个是我傻 做老板能开这种口子吗 能开这种男朋友说 说这个人是人才就人才的口子吗 今天男朋友在公司里面 带着一群打游戏 没有第二句话 明天你就不要来给我上班了 就是这样 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 这就是做老板嘛 所以你也很虚弱嘛 你只敢在他面前逞威风 你还敢什么 没别的 真的谈恋爱 我们好好地尊重人 工作就是工作 公事就是公事 工作和爱情的标准是不同的 这一点标准你就弄不清楚 别谈恋爱 你公司也开不好的 把工作和生活的标准先弄明白了 我们再回来谈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23 25 虽然是个老板 也够糊涂 很简单嘛 公司是公司 爱情是爱情 想谈恋爱 您辞职 想谈恋爱 开了它 以后别老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 找男朋友 找来的都是无尽的麻烦 独立 没有其他的建议了 就是果断果决 记住啊 男人的腰杆要挺得直 但是女人也一样啊 这腰杆要挺得直 最关键的是一口气 什么是一口气 敢爱敢恨敢承担 你承担了吗 他是公司的老板 你最大的承担是能帮他 帮他了吗 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有吗 根本就没有 你也一样啊 你帮他成长了吗 除了否定 所以你们何谈爱呢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反正咱们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是挺舍不得你的 咱说 一年多时间也都出去了 毕竟也是有点美好的回忆吧 时间也挺久了 一年多了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成长一点 能够多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 然后不要把那些 就是家里的亲戚啊 还有一些朋友 带到公司里来 总是成长成长的 那行今天也 导师们也输了这么多了 我也知道了 以后 我有慢慢改进 我对你也没有别的要求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成长 提高一下自己就行了 没问题 我会听话的 不是 您 您 您是个 算了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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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领导 领导 我居然说了一句我会听话的 你说 这 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自己的选择结果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这个太开心了 尤其是男生是这样 我们不是为了拆散他们 我们只是让他们划清边界 有更好的人生 祝女老板会找到自己的爱情 祝这个小朋友早日长大 好